电视剧《我们的爱》已经快要大结局了 剧中老康在回美国的时候写了封信给齐书兰 那么信里写的诗是什么意思呢 齐书兰其大妈结局和老康在一起了吗 《我们的爱》老康写给齐书兰的诗是什么意思 据悉 老康给齐书兰写的信是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那堪 冷落清秋节 今宵九醒何处 杨柳暗 小枫采月 此去今年 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这首诗是出自刘勇的雨林林 这首诗本来就是一首离别诗 更是表达了将要离别诗的依依不舍之情 《我们的爱》书兰其大妈结局和老康在一起了吗 老康结局是什么从我们的爱刚刚开始播出的剧情中 不难看出 老康对其大妈的关心非常热烈 而且两人也是以相亲的方式见面认识的 老康家庭条件优越 人品也是非常好 儿子康健还和女婿许光明是好朋友 那么其大妈结局会不会和老康在一起呢 电视剧《我们的爱》中 其大妈是许光明一家不可缺少的人物 许光明的工作很忙 妻子丁雪从小被其大妈娇生惯养 没有责任心 脾气暴躁 做事不想后果 所以 丁雪和许光明离婚的事情弄假成真后 其大妈心力交瘁 当然 其大妈更担心的 是外孙女婷婷的成长 在许光明和丁雪闹离婚期间 老康和其大妈的好友一起帮其大妈出谋划策 尽心尽力 这让不少观众都很期待其大妈最后能和老康在一起 毕竟也算是一个好的归宿 然而 电视剧《我们的爱》剧情刚开始时 就交代了其大妈深爱去世的丈夫老丁 好友为其大妈介绍过不少对象 都被其大妈一一拒绝了 如今虽然认识了老康 但是其大妈真的会接受老康吗 老康是康健的爸爸 各方面都很优秀 对其大妈家里的事情也非常上心 老康最后能不能感动其大妈 两人一起安度晚年呢 据我们的爱官方资料介绍 其大妈一门心思都在婷婷身上 后期还被检查出得了老年痴呆症 其大妈是一位非常好的人 所以其大妈应该是不会接受老康的 不过 有剧照剧透 许光明最后和丁雪复婚了 一家三口带着病重的其大妈 去看了大孩 其大妈在生命的最后罐头 终于没有了牵挂 至于老康 想必老康结局应该是找到了一个和其大妈一样好的老伴 或者老康会和其大妈成为最好的朋友 两人在晚年中也不会再那么孤单 以上就是深港在线小编 为您整理的关于我们的爱老康写给其书兰的诗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爱其书兰其大妈结局 和老康在一起了妈的内容介绍 深港在线小编将继续为您提供有关电视剧 我们的爱的最新信息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